肖战再次展现了他的慷慨 500杯奶茶让全剧组的人都能享受 他的魅力无人能敌 大家都说肖战走到哪里都能吸引目光 毫无疑问是全剧组最受欢迎的人物 肖战爱请客的习惯早已众所周知 在他还未成名之际 他就是剧组里最爱请客的人 每次外出吃饭 只要有他在买单的必定是他 因此大家亲切地称呼他为站总 这个绰号至今依然流行 他的请客习惯也始终如一 最令人捧覆的是在《藏海传》剧组拍摄期间 肖战因工作出差到米兰 仍然通过远程请客 他自己也坦言买单是他非常喜欢的事情 身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他因频繁请客而获得了经常请吃饭的帅哥的美誉 剧组的群演们也纷纷表示 特别愿意加入肖战的团队 因为战哥请客从不吝啬 肖战不仅为人低调谦逊 和蔼可亲 而且出手也非常大方 从陈情令到斗罗大陆 在盗闷中的那片海交洋伴我 以及射雕英雄传和藏海传 直到现在的德仙景致 所有与肖战合作过的人 从情演到导演 无不对他赞不解口 肖战认真演戏 谦虚待人 性格随和 不摆架子 且慷慨大方 他为剧组定制的工作服 在杀青三个月后 依然有人在穿 大家都非常喜欢肖战 网友们纷纷评论 哪个影圈打工人 不想进战哥的组 顶尖团队 顶级作品 顶流巨星 连工作人员的待遇 都是行业顶尖 时常有大导演和明星来探班 战哥本人更是亲自关怀 真是太幸福了 还有网友关注电影的拍摄进度 表示非常期待 500份奶茶也侧面证明了 这是一个大项目 许多网友表示 作为打工人 真心羡慕 能有肖战这样的同事 这样大方爱情客的同事 能否给我来一答 在此祝福这位帅哥的电影拍摄顺利 我们期待德贤 与我们见面